咖啡要不要真 但是今天聊的这件事情 我要跟大家较一较真 最近有很多不同平台的粉丝都在关心的问我 你平时喝那么多的咖啡 到底会不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到底脑容量有没有变小 有没有变痴呆 前一天看到这个视频就是说 喝太多的咖啡会影响大脑 发现那些每天饮用6杯以上的咖啡的人 患痴呆的风险 更加了53% 然后我心里边就嘎噔了一下 我心里想我虽然没有每天喝6杯咖啡 但三四杯还是有的 按照比例的话 那岂不是也有20% 30%的风险 于是出于好奇的我 不 也不是出于好奇的我 是每天喝咖啡也不算少的人 我一定要去搞个清楚 毕竟这件事关系到我们的身心健康 我也知道看我们视频的 基本上都是喝咖啡的 你们都喝咖啡的吧 不是吧 不是吧 难不成你们来看我们的视频 是来看小哥哥的 所以我一定要摸清楚这件事情 也是对这么多关注我们的粉丝们负责 首先我问一下你们 你们每天喝咖啡超不超过三杯 我本人肯定是超过的 照片中我看到这篇文章是发表在科技部网站 所以说我就去登录了科技部的网站 开始找这篇文章 找了好久我发现根本没有这篇文章 于是我就输入咖啡关键词来搜索 也没有发现最新的一篇文章也是在2018年发布的 关于科技日报机关工会举办的爱生活爱咖啡的活动 所以我不知道是文章被删了还是说根本就没有这个文章 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告诉我一下 但是我还是不甘心 于是我就顺藤获挂 找到了原图片中的原文的网址 我输进去一看 是一个类似英文的研究论文的网站 里面有不同领域的作者会发一些论文 有的可以免费查看 有的需要购买 于是乎我就在这个网站来搜索关键词 以及这位作者的名字 看能不能找到英文版的原文章 接下来我就找到了这篇叫做 High Coffee Conception Brand Volume and Risk The Risk of Dementia and Stroke 这篇文章是发布于2021年的6月24号 是由6个人联合刊登的一篇 看似挺长 但实则对于一个研究项目来说 算是比较短的文章 主要的负责人应该是第一个叫 Kitty Farm的南澳大学博士候选人 注意看是PhD Candidate 是博士候选人 他研究的项目是血清和膳食脂肪 对大脑的影响 他整个文章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调查研究了英国生物数据库中的 398,646个年龄在37到73岁的 有喝咖啡习惯的人的数据样本 其中每天有喝6杯以上的咖啡习惯的人 有可能会提高脑痴员的得病率 影响大脑的脑容量 注意这里用的是maybe是有可能 另外文章里面有一个结论点 我觉得有点含糊的地方是说 每天喝6杯以上的咖啡的人得脑吃的几率 比每天喝两杯咖啡的人几率要高53% 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个结论有什么感觉 我的感觉好像就是在说 你每天吃100克糖 比每天吃20克糖的糖尿病的几率要高很多很多 这个结论我只能说 Everybody knows 不要说6杯了 我估计大部分人喝一杯咖啡都会心里暗示一下自己 我晚上不会睡不着觉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咖啡消耗前10名的国家中 例如荷兰 芬兰 挪威 丹麦 瑞典 像这些北欧国家 人均每年消耗的咖啡豆在10公斤左右 说下来就是人均每天喝大约3杯咖啡 美国加拿大每人每年消耗的咖啡豆在5-6公斤左右 人均每天也就是不到两杯 当然这都是人均的消耗 有一部分人是不怎么喝咖啡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可能喝咖啡会超过这个平均值 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去排除 这些咖啡高消耗的地区里 咖啡消耗量也远远达不到每天6杯这个量 更不要说在咖啡低消耗的地区 差的就更多 再回到我对这篇论文的看法 这篇文章并不是完全没有参考性 我们日常饮食的习惯中 是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控制含有咖啡因的饮料摄入量的 例如茶叶 包括奶茶 抹茶 咖啡 红牛 可乐 还有一部分功能性的饮料 另外大家可能会误认为 咖啡的咖啡因含量是最高的 其实不然 这个其实要根据制作的方式 水温越高 泡的时间越久 咖啡因含量就越高 如果你喝的茶或者奶茶 这些茶汤是泡了很久的 咖啡因含量就比较高 比如同样的绿茶 泡5分钟的咖啡因的含量 远比泡1分钟的要高得多 咖啡也是同样 冷脆咖啡的咖啡因含量就比较高 通常来说我们人体 每天能够代谢到的咖啡因在400毫克 或者是一次最多200毫克 或者按照人体重来算的话 是每公斤3毫克 我们平时喝的一杯咖啡 就是根据不同的咖啡豆 以及不同的制作方式 咖啡因的含量通常在70毫克 到150毫克之间 星巴克的超大杯除外 超大杯用的是Sick Shot 所以说咖啡因含量要高得多 普通的中杯的美式和拿铁 通常是两个Shot 咖啡因含量在100到150毫克之间 所以通常人体也是能够在短时间内 就把咖啡因代谢掉的 喝完之后过一小段 尿个尿 基本上就代谢的差不多了 我自己平均每天下来的话 喝三四杯的样子 应该算是喝咖啡的人群中比较多的了 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的原因 起个身自己就能喝一杯咖啡 有时候还要给大家来测瓶咖啡 但是我也是在能控制的时候 控制一下自己 差不多就不再喝了 因为有的时候喝多的话 的确是会出现手抖的状况 特别是有时候拍探店 或者拍咖啡节的时候 很多时候手拿相机都是抖的不要不要的 含有咖啡因的饮料确实是有一定性质的成瘾性 所以说咖啡类的产品复购率也是非常高的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小咖啡店 不少资本也盯上了咖啡这个生意 电商咖啡品牌 咖啡店品牌一年几十笔大大小小的融资 推着这个行业飞速的往前跑 对了 如果大家对资本和咖啡感兴趣的话 告诉我一下 我之后可以讲一讲咖啡市场近些年的资本化 最后再说回到KT Farm的论文 虽然他没有给到确凿的论述和结果 但是作者的确是做了一些数据调查的 尽管不是实锤的东西 但是的确是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每天喝的这些含有咖啡因的饮料 特别是看我节目的朋友 一天能喝两杯的就不要喝三杯 毕竟身体是自己的 我们还是要在保持健康的前提下 养成一个好的喝咖啡的习惯 看到这里的朋友 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快乐 希望大家给点个免费的赞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Can I hear my heart breaking Coffee is not serious